这衣服是谁的 这是我的 还没有来得及洗 这是什么 这什么 太医过来看看 这正是岳夫人所中之毒 李未央 你怎么解释 陛下 若不是臣妾一时兴起 将衣服赐给了岳夫人 那死的就是臣妾 请陛下一定要查清事实 还岳夫人一个公道 还臣妾一个公道啊 竟连国母也敢谋害 根本不把天家放在眼里 一定要查出真凶 将他诛灭救足 陛下 在衣服中藏毒针的凶手 已经查获 把他带进来 带进来 拜见陛下 是你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奴才带人去换衣局搜查 却从李未央的衣服里 搜查出还未来得及处理的毒药 陛下 奴婢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是有人要故意陷害奴婢 你还敢狡辩 你以为将毒药藏在衣服里 就不会被发现吗 我跟岳夫人无冤无仇 我为何要害她呀 你根本就不是想害岳夫人 你是没有想到 皇后会将衣服赐给岳夫人 所以你想害的是皇后 我更没有必要害皇后 况且奴婢一直身在宫中 又为何会有毒药呢 或许是有人指使你呢 听说 你和南安王多有联系 南安王也多次庇护你 那若是他有什么事情 吩咐你去做 想必你也不会推脱吧 皇兄 你这是什么意思 皇帝 你就不要再装模作样了 分明就是你想害母后 因为母后毒爱我一人 你便怀恨在心 想除之而后快 福皇 御医已经查明 这种毒药只有留宋才有 那谁又不知道 你南安王自留宋回来 缴获了诸多的战利品 这毒药分明就是你 交给李渭阳的 父皇 南安王狼子野心 不可不防啊 陛下 请还臣妾一个公道啊 父皇 这是诬陷 儿臣冤枉 儿臣冤枉 儿臣只是当日想要感念 李渭阳守城之功 这才照顾一二 只是照顾一二吗 为何其他人说 你多次私会李渭阳 父皇 他居然违反公规 私会公女 分明就是军心叵测 南安王 你做何解释 父皇 除了你 谁还有动机 谋害母后 还有这个李渭阳 他也不是第一次杀人了 君儿 你忘了当初 你的母妃是怎么死的吗 那天能下狠心害皇嫂 今日就能下狠心害母后 李渭阳 你现在要是供出主谋 或许还能饶你一死 李渭阳 你可认罪 陛下 奴婢有几句话 想要跟陛下单独说 还请陛下恩准 万万不可 父皇 此人狡诈多变 不可相信哪 陛下 是关谋害皇后的真凶 奴婢不敢当众说出 李渭阳 你到底有什么话要跟朕说 陛下不可听信东平王之言 东平王对奴婢的诬陷 毫无道理 可是朕怎么听来 句句在理呀 陛下是知道的 我是良人 命运就掌握在陛下的手中 不管我投靠谁都没有用 我又何必要铤而走险 去帮南安王做这些狠毒之事呢 就因为你是良人 所以你才必须要为自己打算 或许你认为 南安王将来可以继承大统 好满足你的需要 比如 为你父王证明 奴婢如果真的要运用这种手段 去达到目的的话 这根毒针 就不会出现在皇后的衣服中 而是出现在陛下的衣服里 放肆 南安王与东平王实力相当 陛下如果出了事 必定会造成良虎相争 不管是谁胜出 对大魏都是元气大伤 如果那个时候 我鼓动良民引起暴动 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只要我向新军提出要求 还怕会不答应吗 如果我真的暗藏 这种狠毒的心机 害死陛下 不比害死皇后 来得更加直接吗 你好大的胆子 你跟朕说这些话 就不怕朕杀了你吗 正是因为光明磊落 所以才会毫无畏惧地 说出这一番话 陛下雄才大略 我相信一定会比奴婢 更明白这个道理 不管朕相不相信你 你刚才的这番话 倒是提醒了朕 你并非一个简单的女子 奴婢原本也可以是一个 天真单纯的女子 只不过连续不断地打击 逼我不得不如此 如果你安分守己的话 根本不应该跟南安王交往 你敢说 你跟南安王交往 一点私心都没有吗 或许你认为 你跟他交好 将来有一天 能用得上他 奴婢从不会利用任何人 好 朕就给你三天时间 如果你不能找到真凶 那你就是凶手 三天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就让朕瞧瞧你的本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当日殿下 认定我杀害了太子妃娘娘 今日想必 也会认为我设些新朝 要毒害皇后 既是如此 又闻来何以 伍央 你还好吗 李伍央 如果你再不知收敛 绝对不会有好结局 相较一场 我不想看到你的结局悲惨 既然殿下不相信我 又何必关心我的下场 你还放不下他 事到如今 我还有什么好放不下的 你这样说 本王就放心了 对了刚刚父皇跟你说什么 皇上给我三天时间 要我找出真凶 如果找不出来 我就是真凶 这次是我连累了你 这条命 本来就是殿下救回来的 真要是有个万一 就当是我还给殿下的 本王会保你平安 护你周全 未央很感谢殿下的维护 但如果 殿下可以远离未央 也算是帮了未央 你不要再天真了 你看不出来吗 岳夫人已暗 已将你我连在一起 如果找不到真凶 你不但死罪 本王也会受到牵连 所以保你 也就是保本王自己 他给你自己呢 我已经证一下